HELLO 歡迎來到阿神的時間 酒之化系列 代表我們今天來聊聊關於 喝威士忌的一些概念 以及最近發生的一些關於威士忌的大事 那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什麼呢? 就如標題喔 Gordon McPhail 沒錯 在7月24號的Whisky Magazine上 發表了一篇訪談 文章表示 Gordon McPhail即將停止從酒廠購買新酒 放入他們的橡皮筒經營收成 去做獨立裝品喔 消息一出真的是震撼整個 全世界的威士忌圈吧 我想 那當然今天要聊Gordon McPhail 就要來配一支Gordon McPhail了 咚咚 可以啦 24年 正在於1995年 莊名於2019年 那些贏 Review Sherry Huxett Bottled by Gordon McPhail Colinsale Choice 不過因為今天是酒之化系列 我們今天不會做這支酒的便宜喔 就稍微倒個酒 邊聊一下關於MOTHER McPhail的這一次訪談跟消息喔 然後邊喝一下 好喝的 GN 可以啦 這支真的是雪地調性表現的相當美好的一桶喔 好啦 別說太多 我們還是專注到Gordon McPhail上吧 那我稍微呢 整理了這一次 威士忌 magazine 與 Gordon McPhail的 managing director 因為 Markintosh 應該是這樣唸吧 如果不是這樣唸就算了 反正我有打字幕 那我只整理一些我覺得重要的內容 那其他的部分 想看原文的話 我會貼在下方的資訊欄 英文的 原文的 那GN呢 作為獨立裝瓶廠 一直是以跟酒廠簽訂契約 將酒廠的新酒莊物自家已經準備好的項目筒 進行熟成 他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擴張威士忌市場上的多樣性 那GN不另行購買 以熟成的威士忌酒桶 例如說向Broker買啊 向其他獨立裝瓶廠購買 GN是不做的 去保留呢 GN的獨立裝瓶的特色 及獨立性 而在目前 多數酒廠皆發行單一麥芽威士忌的現在 GN的酒款 造成與Official Battle間的競爭 並不是GN的本意 同時 酒廠方為了增加庫存 減少了賣出的麥芽新酒的量 而GN呢 也尊重酒廠方的決定 那在種種因素下 為了保持原酒存量的穩定性 決定停止向酒廠購買新酒裝桶 未來將著重在自家兩家酒廠的存放 及熟成 而目前GN的庫存中呢 未來呢 即將減少第一年份的裝瓶 而著重裝瓶在中高年份的Single Cast 或是Small Batch 例如15年、18年、21年、25年、30年的 而這文章最後呢 也有補充到 在目前這個世代的消費者 不會看到太多的變化 在GN的酒款上 這個變動 將會是影響到 下一個時代 下一個喝威士忌的時代 好 文章的部分到這邊 我先喝一口 為了 讓等一下 聲音比較燒香 還是先加點水好了 真香 喔 這支最大的特色 就在於它那個潤濃雪莉的風格 非常的優異 優質喔 真的會讓人想到一些 過去70年代 良好品質的雪莉桶 好 回來 那就上述的文章內容而言呢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可能首當其衝的就是 Disture Label吧 也就是 特別授權 可以使用酒廠的標籤的 例如說 莫拉克 例如說 莫拉克 斯瓦賽拉 例如說 嗯 Glenthorfus 例如說 Milton Dove 等等的 還有Linked Wood 還有其他酒廠 我就不舉例了 那有些是Single Vintage的 有的是 年份標記的 然後有的 裝瓶46度 有的裝瓶43度 那接下來呢 還有像是一些 低年份的 Discovery Series 那種43%裝瓶的喔 那種通常都屬於 比較低年份的價格 比較親民的喔 而 最近幾年的未來呢 我想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很多 算中高年份的 Gordon McPhail Glitzer Choice的 就像 目前大家眼前的這一支 以及呢 它的比較矮的 比較胖的 那個更高 年份更高的 那還有呢 有一些 Private Collection 那種年份四十幾年的那種 那些系列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影響 而在我看完文章之後啊 我其實呢 也產生了不少的疑點喔 我這邊呢 應該說我只是想要闡述 我自己身為一個威士忌愛好者 一個單純的威士忌愛好者 就能吸收到的資訊 而做出的一個 腦袋中的一些感想 而分享給大家 那或許呢 你可能是酒廠方 或者是你聽了很多的小道消息 說他們其實未來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那也沒有關係 我也只是 闡述我自己的想法而已喔 那首先呢 是關於 所謂酒款間的競爭喔 他收到他們家的裝品 與Official Battle之間產生的競爭 大家知道喔 過去的Gordon McPhail 如果平常有關注我的Facebook 或是Instagram的投稿的話 就可以發現 過去呢 Gordon McPhail的產品線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多種類 加水的 40%的 43%的 Cognizor Choice 黑色標籤的 茶色標籤的 綜色標籤的 綜色標籤的 九場標籤的 然後呢 圓筒強度的話 Cask Strength系列 Cask Strength白標系列 Secrets Chill 還有很有名的台灣說是聖經標的 Keretic Series Book of Care 然後酒場標呢 也有圓筒強度的 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年份呢 也很多元 你要低年份 高年份 超常熟成的都有 五十幾年都有 在那個時代啊 Official Battle的品項的確不多 有些酒場的確沒有做Official Battle的裝品 但喝過那個時代的 Official Battle的朋友 就知道那個時候的表現非常的優異喔 可能12年裡面的酒呢 都放了很多高年份 來去調整它的風味 真的非常的好喝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到了圓筒強度的話 劇院的酒款 真的優勢了許多 不管是價格上 或者是選擇上 其中呢 也出了幾支 威士忌老饕兼 口耳相傳的夢幻一品喔 像是Telisca 1955的白標Cats Drinks 那說好聽一點呢 它的確擴充了 單一麥威士忌市場的多樣性 但同時呢 它也分割了威士忌酒款的市場 也更別說不少酒廠呢 不惜重金呢 從GM的儲藏庫 買回自家的原酒 進行Official Battle的裝品喔 所以這次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是酒廠釋出的新酒變貴了 變少了 或是橡木桶的成本呢 已經無法去支撐 獨立裝品 以及自家兩家 威士忌酒廠所需要用到的橡木桶 這部分呢 都很有可能影響了這次的決策喔 那這邊 我們先稍微轉換一下方向喔 來聊聊關於最近的 近期的Gordon MyFail 空氣車Choice的裝品表現 裝品風味 以下呢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單純的感想 我並不是說 最近每一隻Gordon MyFail 出的酒味都喝了 不過 為一下感想呢 其實偶爾呢 也會從酒友間 聽到有一樣的感受 有一些共鳴 我們知道喔 目前Banrock所推出的9款 都是使用First Fuel的項目筒 很明顯的寫在他們的9款上 9標上 9盒上 那用完的Second Fuel的項目筒 要拿去幹嘛呢 很合理的 就可以推測 拿去盛裝Gordon MyFail 多立裝品 其風味上呢 特別在雪莉桶的部分 都有很類似的風味產生喔 可能是因為 跟Gordon MyFail所契約的雪莉桶桶商 所生產出來的雪莉桶 風味一致 導致平衡起來 會有類似的風味 而這樣的風味 的確造就了現代的Gordon MyFail 獨立裝品的特色 但同時 在目前威士忌新酒風味的 單一化 及現代化的情況下 稍微喔 裝品間的差異有點減少了 變得說 Gordon MyFail的裝品 喝起來都有一股GM味 而這邊以上 都是我單純的感想而已 那在之後 不再購買新酒 為了獨立裝品的情況下 剩下的Refuel Cask 就會拿到他們的新酒茶 Cam 或是幻童所用 你以為雪莉真的是 風味濃度非常的高啊 真的很爽 好 那講完了食物上的部分 我們來聊一下 關於 威士忌愛好者的心態好了 或者是說我的心態好了 我自己的感想是稍微有一點點悲觀 以及憤怒喔 那悲觀的部分是 我們接二連三的聽到了 獨立裝品廠的老廠大廠牌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 例如說像是Singrenatory賣掉了 這個部分我還是稍微找拍到新聞 所以先給他打個問號 然後Cadden Heads只做Batch的Bottling 據說那庫城已經處於崩壞的情況 然後再來就是接著這次的Gordon McPhail 那同時也有不少的消息 關於包桶的成本 單桶威士忌的成本飆升 獨立裝品是否要走向示威 進入大Official Battle的時代 而憤怒的部分是 作為獨立裝品廠 因是要提供Official Battle 無法提供的 在各個年份下的Cast Trends 自然表現的 對於威士忌愛好者 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 又或者可以說 真正開始了解威士忌的機會 並且呢 所謂一騎一會的單桶表現 是許多威士忌愛好者 夢寐以求的浪漫及趣味 或許有人會說 現在Official也開始做Single Cast的裝品啦 是啊 但我相信 就沿一隻七八千塊的IB的單桶 都很難扭下去了 尾數多一個0的Official Battle的單桶 就更難了 就像這隻Colida 難道呢 我以後只能從 貴桑桑的Official Battle OV酒廠限定裝品中 才有辦法購買到嗎 才有辦法償到嗎 不過 來 我們阿炭的喝酒時間 AKA 威士忌雞湯時間 還是要端點雞湯給大家 不過呢今天的雞湯 並不是完全是我做的 是一位酒友 一位攝影師 一位帥爸 或許在這樣的時代下 在這個威士忌產生巨變的時代下 我們還是有可以保持樂觀的方式 不管Poly Allen 開始不提供給集團外的擬眉麥芽 不管IB越來越貴 越來越少 不管日本威士忌的泡沫開始崩解 正因為在這個大威士忌的時代 有更多想要做好威士忌的人 有了解威士忌愛好者喜愛的是什麼 而投入製作威士忌的人 在全世界遍地開啟的威士忌酒廠 希望 也想相信 這些威士忌呢 會讓威士忌愛好者 持續的熱愛威士忌 而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我們要做的 就是持續的累積 持續更新 我們對於威士忌的認識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チャンネル登録 言論到Instagram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啊 還有Super Thanks喔 掰掰 Cheers 敬各位 樂觀